人气话题来看到台中市太平区长邑高中 居然有小猴子闯进校园 不但先到校区的开心农场饱餐一顿 还闯进导师办公室霸占英文老师的座位 小猴子甚至跑到操场上跟同学们一块上体育课 但是校方担心会造成同学的危险 赶紧通报动保人员成功诱捕小猴子 事后校长把整件事情分享在脸书社团上 他说有几天大圣为了求读双语课程 跑来星宜的国际修语学校参观 逗趣的内文引发讨论 吓死我了 我刚一回头他就在那边 这么恐怖 活泼的小猴子闯入办公室八站座位 面对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 也让女老师精神连连 他把我鼻子咬走了 我的妹妹你没有 小猴子又是闻又是咬 对眼前的一切通通都感兴趣 台中市太平区长邑高中 新学期刚开学 就有特别的新同学加入 九月六号先出现在第二校区的开心农场 饱餐一顿后 七号居然直接闯入岛市办公室 虽然小猴子没有攻击行为 但为了失声安全 校方也立即通报动保单位 他动作实在太快了 那后来我们就打市民专线 来向市府求救 校长事后在脸书发文 描述这两天有齐天大圣造访校区 甚至还主动求读双语课程 跑到操场和同学上体育课 最后在动保人员诱捕护送下 离开心仪的国际双语学校 逗趣内文迅速引发讨论 直接就坐在老师的位置上面 还拿着一支笔 看起来这个好像就是他的位置一样 那所以呢老师觉得非常有趣 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影像也拍下来 初步研判 小子应该是附近民众饲养的 目前现有斗宝单位照料 并协助通知市主 结束这俏家求学季 这里是梁志祥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色